今晚開戰吧 羅哥 怎麼了啦 這樣拖大氣 不是 你知道嗎 做個好男人 是很難 是 但是要做一個更好的男人 真的是 你怎麼知道 不難咧 不是 我不是 我是不想消費他 但是問題是 他那天突然問我說 老公啊 你覺得我這樣胖嗎 我嚇一跳 我說 陷阱體 我說不會 你這樣剛剛好 不會太胖 回答得挺好的其實 但是他後來又問我說 那老公 我餓了 你可不可以抱我去冰箱那裡 結果你怎麼回答 我就深吸了一口氣 是 我跟他講 你等一下 我去把冰箱翻過來 沒禮貌 冰箱的人比他輕嗎 真的是沒禮貌 所以觀眾朋友 到底 減肥呢 是人不夠努力 還是專家 你們就是教得不夠好 歡迎收看 今晚開戰吧 加油 我們要歡迎這個 脂肪鬥爭隊 我這邊呢 是專家來的 肥胖特工隊 肥胖 今天要為大家解惑的 這是要戰勝肥胖 對... 他們都是厲害人物 所以今天我們有一個 特別來賓 他是滿適合的 對啊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好啦 你知道女人最怕 聽到什麼話 你最近是不是變胖 聽到這句話真的 不行啊 他想說你會不會了解 對啊 你們覺得女人變胖 都是冤枉的嗎 這是自找的 他們覺得是自找的 今天有一線暑光 專家居然說是 不是冤枉的 對 其實如果她自己胖 她不努力 那就是自找的 但是大部分的女生 其實她胖 但是她很努力在撿 你是不是有在罵那個 是有沒有 她如果要對號入 她如果要對號入座 那基本上 因為減症過程中 很多陷阱 可是可能你不注意 掉進去 可能就胖 所以其實我覺得胖得滿冤枉的 是 而且我跟你講網友 每一個她都會有很多話說 我們來看希姐怎麼告訴她 好 來喔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由情報戰特派員希姐 為眾多網友發聲 說出你們的心底話喔 大家都知道 有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但是你有聽過 世界肥胖聯盟嗎 這個聯盟就有統計 他說全球的過重人口 從2014年的20億人 即將要上升到 2025年的27億人了 表示我們全世界現在 正在對抗這個很難搞的 變種病毒 那今天根據今晚看 在馬的官方粉絲團 了解生酮飲食 以及你無法成功減肥的真相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們覺得 女生真的不胖也很難的情況 第五名就是你每天坐在電腦前面 敲鍵盤啦 網友說 這個屁股是越坐越大 然後肚子呢 就是跟米其林一樣 一層又一層層 說的就是你 還不在那裡 還不趕快站起來 你說的也是你自己 氣什麼 你整天在家玩電動的氣什麼 那我跟你們說 二十億人喔 對 那已經是大概有三層 很驚人 世界上有三層的人 屬於肥胖 可是我有聽說過 其實肥胖有一部分原因是 姿勢它影響到很多層面 那我們會看到有一些人 他們會覺得很疑惑 就是我胖就算 我怎麼會胖在一些奇怪的部位 就是有些人 你知道脖子後面 對 這邊會腫一塊 然後脖子這邊腫一塊之後 它的脖子就會變很短 那其實主要是因為 大家現在滑手機 頭都低著 那低頭跟你看電腦 頭往前 看電視往前 其實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讓你本來應該要有的C型 就是一個頸椎應該要有的弧度 它會變直 變直它是一個退化的前兆 所以就會讓我們的頸椎 有太多的負重在頸椎 另外一種是跟駝背有關 因為我們駝背的時候 你的脖子很常是往前的 那往前之後 所以它會有幾個區塊 那我們看到照片 然後它會在後面駝背 然後在前面的這個頸椎的 根部的地方 它的胸部跑到背裡面 會特別腫 對啊 這個小姐很嚴重 這有修圖嗎 這個其實我們 它是男的是不是 它是女的 我們會看到很多 就進入婚姻之後的女性 不知不覺的生活當中 就讓她的身體變厚了 那個很多就是跟駝背跟負重 還有跟頭一直往前低有關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 大家比較覺得疑惑的就是 有些人胖了 是胖在 他也不運動 但是他就蘿蔔腿 不要這樣攻擊我們的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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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攻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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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深蹲 對 可能有一些人 他們那個腿脖子 就是這個地方 腳踝的地方 你會 它的骨頭是埋沒在 它的肌肉跟它的脂肪裡面 就是你看不到骨頭 又看不到 然後我 我都知道你 然後 它骨頭的確是要找一下 這樣這樣 這個地上的蛋應該會有骨頭 但是你的骨頭就會 很明顯 那像這一類 很多是跟它的走路習慣有關 還有一個是足弓 足弓太低的人 也會有這個狀況 我們之前其實就有遇過 它其實也真的很冤枉 因為它四肢都細細的 但是它就是肚子很大 然後它那個時候就 就是也是很疑惑 那其實我們一看就知道 它是骨盆有問題 就是有點骨盆後勤的問題 所以就造成它走路的時候 肚子在前面 人在後面 你說這樣走路 對 然後有一個 那你剛剛的腳都打 不模一樣 所以它側面是不是長這樣 對 沒錯 就是肚子在前面 肚子在後面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好 我們以前演過電影都這樣演的 對啊 所以它走路姿勢長期 對 那它那個時候其實跟很多 所有的女性都一樣 就很享受下來 然後聽到說 生酮飲食 可以試試看 是可以減重的 那它本身愛吃肉 所以它就聽到說 生酮飲食就是可以狂吃肉 什麼都不要吃 那它就很認真的 就是旅行了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它就差不多吃肉 吃了一個禮拜之後 它肚子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到後來它就開始肚子痛 它就是一肚子的大便 因為它後來就沒有辦法排便 Amanda 有沒有懷疑你是知識不良 我 我就是 你知道手機不 沒辦法離身啊 什麼事情都要滑手機啊 追劇 看YouTube 找新聞什麼 而且YouTube跟新聞是有點無底洞 就是你點開一個新聞之後 其他新聞都好有興趣喔 就一直看 然後不知不覺就坐在那邊 一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對 所以我就有 剛剛醫生說 就是有那個脖子 比較肥的種位置 那第一張照片就是你 那我有照片 我是這個 因為我會去做身體 這個是你 這個是我朋友 這個 很瘦耶 不過我們有一些角度有切掉 切了一半個肺 對 主要是脖子那三條 可以申請禮拜 那三條很嚴重 而且呢 我做這在家 我就是保持著一個 能多瘡就多瘡 我們看得出來 能說得到吧 然後你就會越瘡越瘡 然後而且我又愛翹腳 然後再瘡下去呢 就是你知道 腰就會有點懸空的感覺 所以應該可能因為長期這樣做 就會有脊椎側彎 而且我就有時候 比如穿和聲一點衣服 或是自己照鏡子的時候 發現我確實有一邊的臀部比較大 所以我朋友就帶我去整骨 有一次我們就去整骨 然後他就是 其實不是那種很 人家想像中 可能是泰式那種 會把你怎樣喬 就是舒服的整骨 然後他也帶我一些比較 他覺得比較水腫的地方 就拔幾罐 比如說肚子啊大腿 拔一些罐這樣 然後那個師父就有說 其實你的骨頭 回歸到正常的位子 是會瘦的 就是體重是會減少 我就不相信 然後去整完骨之後呢 我就去量體重 發現竟然比我一早空腹 對 整完骨喔 是不是因為你 從早上一直整 整到 都沒有吃 整骨不能整那麼久 然後真的就 沒吃東西才會瘦癢 還是是你幫別人整骨 你做整骨 你的骨盆會變小 或是腳可以拉長一寸 我沒有聽說整骨可以減肥 你們不要再聽 怎麼會想那麼多理由 對不對 黃老師有可能嗎 就是有一些 不管是按摩也好 刮痧 拔罐 各式各樣的這方式 你在身體上面去做一些 就是揉捏啊等等 像之前也有很紅的 用刷的 把身體的那個代謝刷好 對 那這些的確可以促進代謝 就會讓你比較有效率的 把身體的這個水分排出來 像淋巴排毒也是 但是它到頭來 它其實不是讓你的脂肪不見 它就是讓你的水分不見 所以你可能回去之後喝一些水 那就回來了 沒有 可能隔天就正常 只是你不知道 錯 假象 那蔡明姐妳有想過 我們這樣上節目翹腳 會罰胖嗎 妳有想過這件事 我以前覺得會 屁股會變大 屁股會變大 真的 屁股變大是因為生小孩 沒有 生小孩之後 我就去整骨 我就喬回來 有喬回來 對 有喬回來 後來我覺得發現這樣 常常這樣翹腳 像我以前之前也是做設計也是 在那邊打鍵盤 然後翹腳 那打鍵盤完呢 打太多鍵盤了呢 左肩就痠 就變成是職業傷害 翹腳 翹多了呢 妳做多了呢 妳屁股後面 從後面看 本來應該是水蜜桃 翹臀 就變成是四方的 會變成是四方臀 妳這邊會有點 有點墜肉會下來 國外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上班族 妳的椅子長什麼形狀 坐久了妳的屁股 就會是什麼形狀 真的 那正常椅子要長怎樣 才比較好 因為 就是他其實是舉例說 如果妳的椅子 都是選那種比較四方 比較大的 那可能妳的久了之後 久了又會一直往 對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國外的公司 提倡站著辦公 就是減少這個 坐的這個時間 然後就靜脈驅張 這樣還沒 這還流行一種這樣 像馬鞍椅 就是給醫生啊 他們做要做比較久的 他們就做一個 一張是像馬鞍椅這樣 然後可以調高調低的 然後就它妳做馬鞍椅 就會強迫妳就是頂胸 像之前也是會盤腿做 其實我覺得就是屁股會變形 其實它會 因為妳一直施壓在一個地方 所以以前我們就是 剛剛崔明姐講 就是妳要腿漂亮盤腿做的時候 妳大概自己要算一下 譬如第一段這樣做 第二段這樣做 就是要自己換 要平衡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產後媽媽大家說 會虎背熊腰 那完全是姿勢的問題 因為有一次那時候是生完 然後妳在洗澡的時候 妳就妳站著最舒服的站姿 妳站好之後開始洗澡 會發現天啊 我就是看到我的小腹 然後妳的人就 因為妳駝背 妳整個人這樣一坨 妳的肉就是一直往後漲 然後前面一直往前漲 所以媽媽們為什麼會虎背熊腰 就是因為生完小孩之後 開始姿勢不良 或妳抱寶寶 妳不可能這樣抱 妳一定是這樣抱 對 然後把它卡在這個骨盆這邊 完蛋了 所以就姿勢其實會 讓妳的身形變形 像這種就是 不管是翹腳或是盤腿 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都是讓我們的髖關節 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多的外轉 所以它往外轉 然後轉得太多的時候 其實妳在做這個動作 像譬如說盤腿或翹腳 其實它是有壓力在上面的 然後時間又久 所以會讓妳的髖關節 周遭的肌肉 有很多的拉扯 那這種就有點像 我們在訓練肌肉的時候 就是妳給它很多的力量 很多的刺激 很多的負重 它就會慢慢變厚 所以才會很多人覺得說 為什麼我盤腿久了之後 我覺得我這邊多一塊肉 而且它那個肉就是 就是那個局部的地方 然後像有些人他們會覺得說 久做完的時候屁股鬆掉 或者是變成四方形的臀部等等 那這些它都是 對 它的確都是 跟妳的肌肉習慣有關係 那如果妳是很喜歡盤腿的人 妳可以就是用 像小朋友很喜歡的W型坐姿 它是一個 反方向伸展的概念 所以妳 對 妳盤腿是往外 那妳是W型腿 妳是往內 它就是一個反方向伸展的概念 所以妳可以做這個動作 比方說做五分鐘 十分鐘 習慣盤腿的人做這個動作 會很有感覺 它會有一個很痠的感覺 去做這種伸展 去讓妳的肌肉得到一個平衡 不行 我現在看到我女兒這樣 我就會叫她做回來 對 朋友不可以那樣做 對 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那樣做最舒服 對 他們很喜歡就是這樣 對 她的前面的障礙物都沒了 對 對 所以他們不能這樣做 對 那那個也要糾正 要不然它會 尤其女生會X型腿 對啊 斗路會X腿 對啊 會變 那個腿型會變 那如果有些大人傷害 已經造成有的救嗎 妳是說誰 妳是姿勢 它導致什麼駝背啊 什麼那種 像我們最常使用手機 那使用手機的話 基本上都是低著頭 那妳沒有在使用手機 其實還是站在人 就是人生當中 很長一個時事段 妳就讓妳的下巴往內收 等下下巴往內收 如果妳有辦法有鏡子 或者是旁邊有人的話 幫妳對齊兩個點 一個點是我們的耳孔 就是耳朵聽到聲音的地方 這叫耳孔 它應該會對齊到妳肩膀的尖峰 就是肩膀最高的位置 它會是一個垂直的線 我這樣是對的嗎 來 我們頭往上面 然後下巴再收一點點 有一點 妳怎麼往前 那我的問題呢 尖峰在這邊 耳孔在這邊 它應該要是直的 但是妳的耳孔 還是比較往前 對 還是不夠 所以要正視前方 然後收下巴 對 收下巴 這樣嗎 對 這樣好多了 那這樣怎麼低頭滑手的 這樣我的背很痠 這樣妳要把手機拿高一點 代表我是頭背 對 因為妳頭背的關係 所以妳這邊往前習慣了 那走路呢 對 我們在穿 就是有點跟著鞋子的時候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老師妳本人就可以走 對 就是妳的肚子要收進來 要再收更多 還要吸小腹喔 不用吸 不用吸 不要用吸的 妳要用肚子的力量去收 然後妳就是往就是 腳跟著地前竹推進 我發現妳的屁股也是四方肩 妳說嗎 妳說嗎 妳說 老師辦公室的椅子就是那樣 對 沒注意 老師如果故意走直線會有傷害嗎 譬如說這條線對不對 就走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 這樣子走路 妳這個是在復健嗎 沒有 真的 你看人家的腳印都這樣 可是有些像模特兒走路 就會故意走這個直線就這樣子 對 沿著線 這樣子 這樣子會有傷害嗎 故意這樣走 它不會有傷害 但是我們腳跟對腳尖 那個是做那個協調 對的確是復健的一種 盡量小子五效成分 不盡量 勇德生技蝦紅素葉黃素 邀您共賞 今晚開讚吧 妳懂嗎 這時候還會做的 好啦 剛好翠秉姐最近也需要 那我們另外還要再請問希姐 還有多難搞的變種病毒 多難考驗 繼續來看到的是第四名 就是吃飯時間一心多用 沒有辦法好好吃飯 那在第二名的部分 就是享受前時放鬆心情 網友說這個上班時間 就是沒有辦法好好吃飯 因為實在事情太多了 可是下班回到家又要顧小孩 也沒有辦法好好吃 只能半夜的時候狂吃來放鬆 妳也有這樣的困擾嗎 其實一心多用 的確是肥胖的一個殺手 真的 因為我吃飯不能玩手機 為什麼 其實應該是說看妳是走哪一條路 比如說如果一心多用 它是導致她東西吃很快 狼吞虎葉 可能還沒有 寶石中出還沒有就是 受到刺激的時候 她已經吃過量了 可是如果你用手機 會讓妳吃東西 反而變得比較慢 對 那妳也許會瘦 所以其實決定是矽腳慢 還有就是其實有時候 我們一心多用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 好好享受食物的味道 就它原本的味道 所以久而久之 妳就會變成妳的食物 調味料 醬料 越加越多 才能刺激妳的味蕾 所以無形中 妳的口味就會 那就有可能導致 那除了這個之外 剛剛講到那個第二點 享受甜質放鬆 的確很多嘛 尤其現在防疫期間 很多媽媽 一天24小時 跟小朋友 對 就是對抗 當然要放鬆 對 所以等到小朋友睡了之後 的確妳就會想要吃一點零食 吃一點療癒的 那這時候如果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自己選的東西 好像看似很健康 包括水果 這個時候吃水果最好 水果那麼天然 專家不是都講 天天五蔬果 可是水果尤其在這個季節 很多水果熱量是很驚人 對 芒果 荔枝 西瓜 木瓜 鳳梨 葡萄 芒果比如說一顆那種 一般中型的艾文芒果 一顆 多少熱量 對 大概接近三百大糖 天啊 一顆 一顆中型的 所以有時候 有人一顆 動輒吃三顆 已經破千了 這樣我跟你講 屏東榜山的果農太嚴重了 你還是什麼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 可是你還是要適量 適量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 包括像堅果 很多人說堅果不是養生嗎 好油啊 但是堅果它還是油 有些人他可能 比如追劇 動輒就抱著一桶花生 就開始嗑 那個一桶花生 美式代賣場賣的一桶花生 兩萬大糖 兩萬 它就是一桶油 花生還是 不然為什麼會有花生油 花生也是堅果的啊 堅果一種 包括那種綜合的那種 對 芝麻 腰果 核桃 杏仁都是油啊 所以它的確是好油 但是不要忘記它還是油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要分享案例 就是之前我遇到有一個 來我門診減重 其實它減重成功了 而且已經離開 大概一兩個月都沒有再回來 代表它很穩定 就兩個多月之後 某一天它又突然出現 它說營養師拜託你就幫幫我 我說怎麼了 不是都已經很OK了嗎 他說因為他也覺得自己很OK了 因為都沒有在負胖 所以他覺得既然從來找我 到現在穩定 已經過了大概四個多月 他覺得好像有的時候 想要吃一點 就是嘴殘 對 嘴殘 他就覺得說好 蒟蒻乾 那觀眾朋友有沒有使用過蒟蒻乾 沒有熱量 對 很多人 他也是這樣想 他說蒟蒻乾熱量很低啊 所以他就每天課蒟蒻乾 胖了兩公斤 怎麼胖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 除了考慮蒟蒻醬 我們要考慮那個味道 蒟蒻乾 有時候為了要讓你很順 其實它的調味 對 鹽分其實很高 那他就拚命吃 然後吃又覺得口渴又喝水 他沒有喝飲料要喝水 太鹹了 然後對 這個鹽會抓水 排不出體外就中 那什麼零食 你可以建議我們一下 一般來說其實 的確還是有些零食可以 就稍微解解殘 包括比如說 像我自己 我講我自己吃的 比如說 我有時候會吃爆米花 爆米花可以 原味的 原味的那種 就稍微有一點點調味的可以 你在講爆米花的時候 特工這個盤子要倒了 對 真的 是有說服力的嗎 你確定 是有說服力的 真的 爆米花本身是一個很好 剪重的一個 真的 奶油 只要你的味道不重 絕對是 絕對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那爆米花 爆米花可以配一些 果汁嗎 果汁 對 米花配可樂最好吃了 也是說配啤酒 那就破可樂 爆米花還有像海苔 海苔可以 不是油的要死嗎 海苔其實你仔細看 如果海苔 你如果買那種小包裝 就是那種 一盒一盒的那種 你仔細看它熱量 一般來說 我大概比較過 大概平均熱量 20到30大卡一盒 你動輒可以吃10盒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如果你到大賣場 看到琳瑯滿目 一大堆十幾二十種 海苔要怎麼選 簡單 你不用看成分 最簡單就是 拿一個含鈉量最低 你說什麼 一樣嘛 跟蒟蒻乾的道理一樣 所以翠萍姐 你剛剛說你就是那種 芒果吃兩顆的人 我不只是這樣子 我很愛吃芒果 最高紀錄 我一次吃了六顆 你說更常用泰文啊 對啊 這也是很大顆的 怎麼這麼... 然後我又一天到晚 一心多用 因為這樣 我現在常常在做設計 我在畫圖 電腦在畫圖對不對 然後呢 我又因為要趕工課 然後我一邊又吃飯 我就飯放後面 吃一口 然後畫一下圖 然後畫圖 在等的時候 我又同時在追劇 追劇我就有時候用拼的 有時候瞄一下 手機再給人家傳線 這樣子 就變成一心四用 比較累的是 就是我晚上會吃零食 晚上我會吃零食 這個很正 因為我每天睡的晚 起的晚 然後早上起床的時候 根本都... 我中午才起床 都不會餓你知道嗎 等到兩三點 再吃一點小東西 那我想說晚上 我會吃比較晚 吃比較多 我就一天只吃一餐半 所以兩三點肚子餓的時候 我就吃一個小半餐 一些小點心 然後到晚上 我才吃一個正餐 然後到晚上呢 我又做完圖畫圖 我就會開始就是喝紅酒 然後去弄一點零食吃 吃肉鬆啦 貴婦 你要吃要崩潰喔 肉鬆 對 很會生氣喔 肉鬆很近的 我可以把一罐那個肉鬆 一罐正常的那種鐵罐子 一罐 不知不覺就吃完了 配完 一小罐 這麼大的 紅色的 對 紅色這麼高的 單吃肉鬆 單吃肉鬆 這麼好的紅酒 有時候是牛肉乾 有時候是油魚絲 我想說這些都很健康 然後一邊配 都很健康 很健康 沒有 我明話要崩潰啊 明話 那怎麼會是健康 不會啊 油餅 還好喔 天啊 那你怎麼保養這麼好 菜沒道理 算一天只吃一餐啊 沒有 我吃一餐半啦 結果我發現那個肉鬆喔 我那天去看 八百多卡 加起來一整罐加起來八百多卡 你看 他說每份一百二十六 你就以為整罐一二六 陷阱 我就以為很低 好壞喔 對 然後就天啊 我那一陣子吃肉鬆 還有吃很多 喝很多酒 很多水 我可以突然 就是你一天一罐肉鬆 而且它那個胖其中 有一部分一定是腫 對啊 它都是加工的 然後吃這麼多 還有喝酒 我覺得還有喝酒 我覺得因為酒的熱量 紅酒熱量很高 啤酒也是 你看曾國城就知道了 曾國城就知道了 曾國城就知道了 它越來越好 其實全台灣的觀眾都知道 都知道 對 剛剛那個照片是我去度假 我現在這邊去度假 變吃三餐 我懂 早餐 飯店有職工 會吃一堆 而且像咖啡式的 對不對 真的要吃的 然後中午朋友 又叫肚子餓了 又要去吃 然後晚上又吃 然後下午 定食餵食就不行 下午可能又喝下午茶 然後晚上又喝酒 度假那個一個月裡面 我整整胖到 這是我人生最高紀錄了 真的 我胖到六年 我有一次覺得那個 這張看起來很胖 印尼也是 就是很開心 然後又人家招待 吃很多吃 然後有一天在飯店 在飯店 就不是有體重值嗎 對 然後我就一踩 八十 八十一 八十 八十九 那我就不敢踩了 真的喔 你嚇到 我那時候真的 你說洗澡 看不...我是看不到頭耶 小指頭 對啊 不能講快一點 是不是已經要半天不乾淨 有人坐到你肩膀上 才會那麼痛 你知道還有我們拍戲的時候 也很容易燙 台式那個時候 還有一個棚在中和棚 以前都會有一個阿姨 她都會煮菜 然後就是四菜五菜 然後一煮菜 然後她旁邊還會滷一個肉 對... 滷一鍋肉 哇... 你在拍戲 走不了 每天... 每天吃 我就是這樣 開心喔 拍個戲 胖快十公斤 完全不聯繫 超不聯繫 超不聯繫 最好不進入 在那邊嘛 你不吃澱粉 我是會比較少 因為我是還是會 把熱量去分給 有時候會想要吃點零食 然後像我連吃炸雞排 我會吃 可是我會盡量剝皮 在吃的時候 我就會去稍微分配一下 但是我上次很恐怖 我遇到一個可怕的零食 是叫做 是爆米花 可是是藝人 它藝人是要去爆的 藝人爆米花 對 然後看起來很無害喔 超健康喔 那種有機店買的藝人爆米花 就想說 而且它都很小顆 藝人爆米花是什麼 就是藝人的爆米花 藝人本人的爆米花 藝人本人 藝人本人然後爆開了 所以爆 所以爆 不是 藝人 藝人來爆米花 就是藝人的爆米花 就是藝人爆開 變成爆米花 藝人爆開叫做藝人花 它就是常溫 然後很無害 又看不到油 然後每一顆都很小 所以你會大把大把吃 這顆呢 這顆呢 因為其實後來 你放兩三公斤 往後一看它熱量超高的 因為它是藝人 對 然後它很齊 可是因為它很小 你不可能一顆 一包米花我們還可以一顆 三顆吃 沒有 那個都是一把 一把的吃 我自己在那邊切割 這個量表有沒有 切得很開心 就是被... 得太辛苦了 那我們來問一下 沒有在在意幾大卡的朋友 Amanda 還應該是那個花生 完全沒有在在意 抱著然後也... 剛剛兩萬卡就是你 其實他剛吃李大哥 沒有 但是 我也有愛吃一種零食 它是海苔蘇打餅乾 這個我也喜歡 自然什麼的那樣 一口吃 不是 因為想說 大家姊姊都吃蘇打餅乾 可是那一個黑怕 很好吃 一吃都會吃 很好吃 很帥 很帥 對啊 我跟你講 要泡杯茶 很好 大家都愛 兩格 我都會一次吃一格 對 因為我一次吃三格 一包全吃完 對啊 一次就是要一包 有一段時間還滿長 嘴餐就會吃這個 也是泡兩公斤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反正我後來就看了 發現 這個餅乾它辣含量 霹靂高 因為它刷櫥 就辣含量就會高 是嗎 那你怎麼會刷櫥 真的喔 那想問營養口量 是不是就辣含量很低 硬的那種 而且它可以吃很久 因為它很硬 對啊 沒有 那吃了會惹怒 那些 這個不含氣 對啊 所以刷櫥就是 因為我那個 對啊 它辣含量隨便一包 就將近三百毫克 對啊 其實通常好吃的 會讓你停不下來的 大概都是調味 都是很可怕的 很重 那酥跑不是 吶含量也很高嗎 酥跑 酥跑是運動飲料 所以酥跑吶含量還好 還好嗎 那請問一下 現在不是有那個什麼 低卡的那個可樂 還有低卡的 ZERO ZERO S開頭的飲料 那個有糖分很高 它非常低 對 因為它是用代糖 它是用代糖 但是其實加拿大有研究發現 就是如果當你真的很想要喝這種 含糖飲料 如果你用代糖來做取代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 你吃真正含糖的食物的比例會 非常非常高 因為你在喝這些ZERO 代糖的食物的時候 其實沒有滿足到你身體真的需要 因為它就是不吸收 所以它 肉量才會這麼低 所以接下來呢 你只是騙了你的嘴巴 但是你的身體還是沒有獲得真正 騙不了你的心 沒辦法騙了兩個身體 對 所以接下來 你還是會忍不住拿 真正含有糖的東西來吃 你騙我嘴巴 但是你騙不了我的心 而且代糖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東西 反正就盡量吃 一罐... 一罐那個... 那個沒有代糖呢 不要... 不要跟他吵架 好啦 但是我們剛剛那個變種病毒 還沒聊完喔 細節還有工作 好 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第三名 就是為了懷孕喔 為了小孩要狂補營養 那第一名的部分呢就是 我相信這個每個女生都有啦 因為我本人也是 我們聽信生理期 怎麼吃都不會胖 有高達36% 我都沒聽過 網友說喔 就是從出生胖到大 人家是小孩 這個一天長一寸 那我們就是那個腰圍一天胖一寸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敢呢 那我們從小都聽說過 女人的一生有三個重要的時期 一個就是 對 然後一個是 再來就是 不定每個人都會有的 對 但是這真的是 最容易發胖的三個階段嗎 的確因為我們常常聽到 女生一輩子都在幹嘛 減肥 又一輩子都在懷孕下 一輩子都在減肥 所以其實如果你本身也是屬於 比較容易胖的人 這三個時期真的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 沒有想說 年輕的時候不是怎麼吃都不會胖 對 但如果你本身家裡有爸爸媽媽 或者是你的親戚朋友都是胖的人 那如果你在青春期不注意 很有可能就掉入這個陷阱 然後再加上如果這時候 你又面臨了升學的壓力 然後熬夜念書或者是 紓壓你就靠大吃大喝 你當然就會胖 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剛剛第一名 我也是覺得滿疑惑的 為什麼 對啊 它必然會是聽信生理期 怎麼吃都不會胖 的確其實我們在生理期前 就是你的月經還沒來之前 因為我們的黃啟素會上升 這時候會導致我們容易水漲 對啊 所以其實你會常常會發舉例來說 像我這裡有個朋友就 有一天就LINE我說 我跟你講 我生理期真的沒有 怎麼吃都不會胖 然後他生理期前就 正好量了體重 就發現怎麼變成51 多快52 然後後來他就不管他 他就生理期來的時候 因為很多女生都會怎麼樣 開始狂吃巧克力 狂吃什麼蛋糕 反正紅豆湯各式各樣甜 他就照吃 他一直狂吃 結果生理期結束之後 還是52 他就覺得算到 他說吃完全沒胖 其實生理期前 你的胖可能是水腫 因為生理期結束之後 其實正常來說 我們水腫會消 因為黃啟素這時候下來 所以體重應該是要回復到 正常的情況 但如果你沒有回復 還是跟生理期前一樣 水腫的那個體重 那你就是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就是 懷孕時期 因為懷孕時期大家可想得知 一人吃兩人補 當然要多吃一點 減重 生完小孩再說 殊不知生完小孩 又一攤什麼月子餐 生產完黃金六個月 一定要瘦回來 對 你六個月之內沒有瘦回來 你就再生一胎吧 等到下一胎再一起生 真的 因為常常很多媽媽就是可能 尤其是低胎 可能一生產完之後 所有的心理都在小朋友身上 等到真的要減重的時候 已經是一年之後 那時候要瘦真的很難 最後一個當更年期可想而知 因為更年期我們平均台灣 現在大概是50歲左右 那其實代謝已經慢慢減緩 再加上荷爾蒙的一些影響 所以如果在還沒跟你 更年期之前先開始養成運動習慣 改善自己的飲食的一個內容 其實就可以避免進入更年期導致的 一個肥胖產生 所以有沒有聽到Amanda 趕快懷孕 懷孕妳就有救了 趕快去生小孩 真的 沒問題是她瘦下來 就不叫Amanda了 對不對 對... 她會叫Panda 那妳人生巔峰是什麼時候 我人生巔峰是大學的時期 妳現在是不是最瘦的時候 沒有 還有曾經有 更瘦 之前有更瘦 我在大學的時候我吃過減肥藥 但因為大學那時候巔峰時期 是因為我那時候住宿 終於脫離爸媽的管教 而且我們那時候宿舍樓下 就是便利商店 時不時你知道 不管開心不開心 就下去買一些東西吃這樣 就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就無敵霹靂胖 然後會開始吃減肥藥 是因為就是喜歡了一個男生 然後就跟他告白之後 講談戀愛 那有成功嗎 拒絕 然後後來雖然我們還是朋友 我就問他原因 他就說可能是因為你身材 因為他那一句話 我就想說不行 那我就瘦給你看 然後那時候朋友就介紹減肥藥 減肥藥真的很快 我吃 一個月就瘦7公斤 所以妳那時候瘦7公斤 知道多久又胖回來 大概一兩個月就慢慢就回來了 沒有辦法 太快了 三個月15公斤 三個月15公斤 但是慢慢一兩個月就回來 三個月15公斤 他還活著是不是厲害 他就是都不會讓你有餓的感覺 一天就是一顆茶葉 西藥 西藥 所以等於你是都不吃換來的瘦身 對 那這樣一定不健康 對 所以我吃到這三個月之後 我就開始手抖跟心急 然後我就太害怕 就停掉之後 其實回來的也滿快的 現在的狀態去回推 那時候應該有破敗 你要編照片其實是 講情的問題 沒有 整個下巴 沒有下巴耶 但你左哥又震多了 對 他很讚 他講的那個減肥藥 應該很多人都吃過 對 你也吃過的 我沒吃過 因為我身邊有朋友吃過 他完全沒有寫任何的成分之類 就是一瓶白色的 那你敢吃 然後打開呢 你知道塞什麼嗎 衛生紙 就是那種保健食品 它會塞那些就是 海綿 或者是一些那種就是 就是防氧化 對 他竟然是塞一張衛生紙在裡面 成本太低了 對 然後拿出來之後 就是一顆白白的 然後他說他一開始吃的時候 真的 效果馬上就來 就開始就是 就是開始對世界 開始充滿的疑問 然後開始就是 就是沒有喜怒哀樂 然後每天就是 也沒有就是像他講的 沒有胃口 沒有靈魂 對 沒有靈魂 就靈肉分離 就好像行屍走出來 對 行屍走出來 真的就行 因為你沒有吃東西 你可能人也沒什麼力 就行是然後靈魂分離 然後 就真的完全不會想吃東西 然後 的確後來就開始出現 然後開始就是 有點就是厭世的感覺 對 真的 這種都吃不久 外面沒有貼標是你敢吃 但是因為效果很好啊 沒有 你還沒吃之前 你哪知道 愛情的力量 真的 被拒絕 我覺得我很難維持體重是 大概我覺得四十歲之後吧 我就覺得 新陳代謝可能什麼都變慢了 變慢了 對 然後呢 可能我 我的工作啊 我上學啊 我電腦整個做得太 時間太久了 我懷孕胖多少 最胖的時候 二十三公斤 我胖到 等於是我懷孕三個月 等同別人懷孕五個月 然後 我當時懷孕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飲食習慣完全改變 我本來不喜歡吃披薩的 突然變成很愛吃披薩 狂吃 對 結果被醫生講說 我真的體重增加得太快了 然後小孩也增加得很快 以前當藝人 對 太辛苦了 然後就是要維持身材 對 好不容易懷孕 你怎麼有報復性 對 報復性消費 對 然後他覺得我可能快得認成糖尿病 但是我後來就覺得說 我就盡量不吃甜的 可是問題是還是止不住的胖 就是一直胖 胖到二十三 我人生也沒想到 我有可能這麼胖過 二十三真的一生會很害怕 那我卸完貨之後 我竟然還有十八公斤以上 留在身上 可是我這十八公斤 我真的是 大概我三個月就收回來差不多了 然後我六個月內 就完全回來 Emma 你那時候胖多少懷孕 我也是 你胖了十公斤 可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們在這個階段 真的沒有吃什麼 然後他體重就一直上 一直上 一直上 上到最後我醫生也是不想管我 然後 因為我高 一百八十公分 然後他就二十公斤被我除掉了 所以看起來遠看 很大看 但是一脹散去那個磅秤就是 很可怕 你躲不掉 可是很大嗎 然後我沒有長臉 所以我自己每天照鏡 你就說還好 還好 所以其實身上已經不能看了 那你那時候怎麼辦 其實也是一樣我生完 因為我小孩 我寶寶很小 所以生完之後真的還是一大堆 都是在我自己身上 對 然後我也是 益用大概就是半年黃金期 就是很認真瘦下來 那當然我中間有 因為我乳腺炎 乳腺炎好像開刀 那個時候我瘦比較多 真的 因為我有去住院 瘦回來之後 更麻煩就是說 你要去維持它 再加上我們就是年紀 就是會代謝力下降 對 然後你還要去控制那個油脂 要不要就是可以阻絕 就是不要那麼多的吸收 其實下很多功夫 然後其實我去日本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日本的女生 都很瘦 就是他們感覺是比較 很少有胖 易瘦其質 然後我就發現他們說 很多是他們的那個叫什麼 基因 還有他們的飲食習慣也有可能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不對啊 他們的飲食習慣像壽司啊 烏龍麵啊 就都是澱粉 都是澱粉類啊 但是因為他們有吃納豆的習慣 納豆可以有那個增強你的代謝力 然後他們有飲茶的習慣 他們喝的茶不是手搖飲 他們是正統的 茶葉的茶葉 或是抹茶什麼的 對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就會發現說 原來他們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可以比較容易 保持上自己的身材 後來我就找到了一個這個 就是卡卡丁 對 然後它就是有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裡面呢 還有那個專利玄米 還有納豆酵素 所以就是可以提升我們的代謝力嘛 納豆 還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所以就是可以讓我們就是 預防囤積 然後阻絕那個油膩的這個吸收 我跟你講 羅哥 我個人可以見證它的成長 真的嗎 因為我們其實認識很久 對 你看看 它一直都很好 而且我跟你講 高的人其實更難 因為容易看起來很壯 我只要一直看就 所以其實它體態表示 它很堅氣的 對 剛剛的一七 這一八 對啊 它保持得一樣 而且你哪看得出來 一八年就是三年前 對 三年前 這個也是嗎 這也是三年前嗎 兩年前 這種繃帶衣 不是每個人都敢穿嗎 所以你這個是有多厲害 像它有分三個階段 就是 還有強力級的EX 跟輕量級Light 就是比較基進型的時候 就會從這個基強型的EX Plus開始 那它裡面就是有日本專業的這個 閃電刻心 然後再加上專利的普爾茶 那像女生就很多人 會有恩恩的困擾 他就可以幫忙你 然後還可以順暢地排除臀肌 順的時候呢 既然小腹就會沒有了 然後我覺得皮膚也會變好 然後就可以讓你的身形 你自己就可以看出那個變化 然後keep住 我們有一次出去運動 他就穿了一整身的運動裝 怎麼看都看不到脆肉 你先站起來看看 其實不用站起來 其實我體質是高的 可是我就是 不要再解釋了 該藏的把它藏起來 然後還有就是 羅哥他比你高 在180 我從這邊太好瘦 小腹就是還是要讓他平靜 你看他這個腰這樣子 瘦到不行嗎 不是啦 就是我的身體 我記得我在兩年前 三年前在一個朋友聚會裡面 見到你 那時候應該沒有現在瘦對不對 那時候應該沒有 因為我還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會 我洗完澡我會裸體 站在自己的前面 自我檢視 自我檢視 那要夠有自信 不然都會 因為逃避鏡子 不是 你說什麼東西 你也可以啊 OK 對啊 就是你 我覺得有自信最美 就稍微看看自己 然後有時候 常常拿出那個緊身牛仔褲 就起來扣一下 要提醒自己 就偶爾還是要提醒一下 不然真的哪天要穿 牛仔褲的時候 穿不上也不行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還有就是強力型的EX 就是說它可以加強你身體的循環 像很多人就是上班族啊 就是久坐 然後都吃外食 外食怎麼樣 重鹹 重油 很多人到下午 很多上班族朋友就跟我說 他的腳就開始覺得很腫 好像壓下去就很難回來 那他就是可以消水 然後也是會加強你的循環 我覺得還不錯 中級的 對 中型的 那如果是說 你已經達到你一個標準了 你不用那麼激進了 你要把它身材一直keep住的話 你就可以選輕量級Light 所以你現在應該就是輕量 就是我 就是要看狀況 看我今天有沒有要去吃大餐 或是我今天有沒有太不忌口 太瘋狂 就是說你 你今天的狀態 跟你吃的東西總有了 那像這個輕量級Light 就是說 我學說還是會想要吃個甜食 然後有可能怕自己多吃的時候 這飯前吃 它會增加你的飽足感 然後你就不會說 一下子胖吃一大堆 然後我覺得 當然還要多喝水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一組 就是可以照 每個人不同的身形 身材 跟你想要的狀態 去做自己的搭配 所以很適合外食組 像外食組重油重鹹 所以它可以幫忙消水 然後提升我們的代謝 今天整個討論下來 會不會覺得 女人好辛苦喔 因為你看 我們每次聊到這種 減重減肥 都不會是男生坐在這兒啊 會 都一定是女生坐在這兒啊 沒有啦 不只女生好辛苦 其實現在很多男生 也是很要求自己啊 看你好朋友也要求自己 沒救了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想要維持好的體態 就選對好的產品 不然就是 你真的要克制你的食慾 對 再不然就是要運動 那我個人覺得 其實像Amanda這樣 也很可愛好不好 對啊 心態健康 活得開心最重要 能吃就是福 能吃能拉就是福 沒錯 真的啦 對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戰勝變種病毒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今天的內容 如果有任何意見 歡迎去粉絲團留言 今天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專家 希望大家都健康 謝謝 謝謝